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小薇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的生活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小时候的我们生活在父母的保护下 但是等你长大了,就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而去奋斗 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马路上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匆忙地行走在各个的角落里面 其实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着 在上班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城市中都出现拥堵的现象 人们出没在公交站,各大商场,地铁站等地方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都非常的拥挤 但是亚洲最挤的城市不是上海,广州,也不是香港 而是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就是日本的东京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 而且其人口并不少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显得比较的拥挤 那么作为亚洲最挤的城市 东京又是怎么样的呢 东京位于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 它不仅是日本的首都,还是日本最大的城市 东京城区面积有621平方千米 截止到2016年,东京都市圈总人口达到了3700万 这么小的面积上却生活着这么多的人 所以说东京是亚洲最挤的城市 东京这座城市每年也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往 这里有许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东京铁塔 东京迪士尼乐园等 但是如果你选择在节假日来到东京游玩的话 你会发现人潮多的现象真的是让你头疼不已 那么你对于这座城市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哟 好